永和區公所20號中午舉辦了 縱鄉傳愛慶端陽包粽活動 動員全區六十二里三百多人 在永安市民活動中心包粽慶端午 新北市長朱立倫也力臨現場和婆婆媽媽們 一起開心包粽子 認真包粽、榜粽和現場的市民們開心互動 問到朱市長到底是喜歡北部的真祖粽 還是南部的水祖粽 市長出乎意調地選了第三種 以前小時候吃北部粽 後來受太太影響現在吃南部粽 我最喜歡吃鹼粽 永和區公所一共準備了一千三百顆粽子的材料 現場婆婆媽媽都拿出看家本領大展手藝 沒多久就把一千多顆粽子給包完了 永和區長吳新邦表示 這次愛心包粽活動也邀請了新住民 一起來體驗台灣傳統習俗 希望能夠讓新住民更快融入社區和台灣的文化 而這些粽子除了送給在地的社福機構和弱勢團體 也會由替代義男分送給獨居長輩 關懷長者的生活 我們的替代義更有愛心也來包粽子 然後把包的粽子送給獨居老人 跟那個弱勢的族群 希望他們在這個端午節的前夕 能得到一個溫馨 那也從我們年輕的替代義開始 讓他有愛心以後這個社會 就充滿溫馨 讓我們社會更和好更合適 而端午包粽也是媽媽們展現技巧 和多年練習成果的時候 不過身為女性議員 因為地方事務實在太繁忙 也只能用吃的來為媽媽們加油 其實像我們小時候全家在一起 端午節前一起在綁粽子 那種一家團聚一家和樂的感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大概沒空包粽子 但是很多親戚朋友都會送我粽子 因為我們只會吃只會買 然後其實我們真的是不會包 那我剛才看到很多婆婆媽媽 很那個傳統的手藝 下次有機會 我一定學習這樣的機 來跟大家一起PK 而這場愛心包粽活動 永和各禮的里長都熱情 鄉挺動員里民 不僅大家包粽包的開心 也支持公所關懷地方弱勢 我們可以大家一起 通通都包粽子 然後包完之後 又可以很爽快又在一起吃飯 有什麼東西的話 可以比這種熱鬧的感覺更好 一句話就是讚 然後今天率領里民 過來包一些粽子 贈送給中低收入戶 以及獨居老人 這是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我們今天很開心 公園我們的阿公阿媽 一起來包粽子 然後做愛心 然後大家也都包得很開心 謝謝公所 讓大家有這個機會 來包粽子做愛心 其中來參與包粽的新住民 有來自韓國的華僑 看到台灣粽子餡料多樣 只說台灣粽好吃 這裡包粽子 各韓國不一樣 因為我們在韓國吃的話 是白色的都不會加什麼料 那這邊很豐富 有加什麼肉阿 蛋黃阿 香菇阿 我覺得非常好吃 另外一位嫁來台灣 已經四年的日本媳婦 看到包粽子這一種 我們家戶手藝 覺得實在是有點困難 台灣的端午節 你自己有包粽子嗎 沒有 第一次 第一次 那包粽子的那個感覺是什麼 你包得起來嗎 我不會 還是不會 而裏迷們趁著活動 熱鬧歡聚一堂 不僅聯絡感情 同時也熱心做公益 讓端午家節更有意義 數位天空新聞 永和報導 我們還有韓國的喔